实话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能看到早期的盗版课的话 你会知道像素范早期的作品集 它真的是理论特别差 句好看无比 都是那种战库流的 现在由于我天天在网上直播读文章 战库放特别少 个顶个都能说会道的 说话句好听 说的也是一套一套的 然后做的吼老丑 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没办法平衡的 要么你就要视觉 要么就要理论 你反正选一个 我就跟你说就这一篇 我就跟你说就NIC同学 就这一篇碾压我们做线上课 百分之百的人 昨天咱们线上课同学应该看过 就他们做那些文字 我就不给你们找了 有一个同学专门做那个文字 一坨所有东西叠在一起 哇那个文字就是用户的意见 做了一大坨 所有东西捋在一起 我说你干嘛呀 多大的恨 你干嘛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就干嘛要这样做呢 干嘛要这样做 包括这表格 哇他呼声那一坨 就真的是我 就这一篇我跟你说 都应该让他们镶在脸上 就贴在脸上 打印出来贴脸上 我很难想象 他们是面设计师 你知道吗 真的丑 而且他们在做丑 这件事情上 确实是不遗余力 就是想尽方法 总是会感觉 还是不够丑 还是不能气到泡泡老师 我再丑一点 用最精简的话 跟你讲清楚 想去提高视觉 特别简单 视觉就是对现有的习惯的习惯的理解 什么意思 你所谓的好看与不好看 是不能通过理性推导 读文章读来的 只有是理解 同理心强的人 感悟能力强的人 视觉提高最快 什么叫感悟能力 迅速能找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就是有些人 我告诉你 有些人特别合群 有些人特别不合群 我穿的衣服 觉得跟别人格格不入 第二天我就改了人 这种审美提到很快 做设计做得很快 就是首先你要去看好的人 就要你一定要天天 抽大量时间去看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道理的 就是你看多了 自然就好 就举个例子 你在村里边 你永远觉得 Tony老师的沙马特头发是好看的 你到大城市 看了几天以后 你就会悄悄地 把自己沙马特头发 捋平剪成短寸 因为大家这块没人这么做 所谓的视觉 设计也是如此 就这个同学的审美就很好 设计感就很好 他的设计感为什么好 我就说一点 这帮我绝大多数 线上同学他们就做不到 就是他不敢把标题字 做这么大 这么黑 这么粗 你就不敢 这就设计就不行 老师那字多粗算好 多粗也不算好 多细也不算好 为什么粗了好 为什么细了好 为什么 因为小米这么做 因为苹果这么做 因为欧普这么做 因为一家这么做 精英这么做 这么做就对的 那为什么 你看咱们昨天 咱们那些同学 他们设计不好 设计不好 为什么设计不好 他没看过 没尝试 他沙马特爆炸头 来到大城市 他不去看那些短寸的人 他就觉得自己挺酷的 他需要用很长的时间 才发现我他把头发留剪短点 剪细了 可能还挺好的 尝试去模仿 尝试去研究不同 尝试去理解 这是设计提高最容易的方法 最重要还有就是 我们一定要常去看 你看多了苹果的官网 你看多了小米的官网 你看多了魅族官网 你就知道原来就是这样的 大字跟小字配合就这样的 这就叫好看 你看多了追播 它就这样的渐变 它就叫好看 你看少了 你在家里琢磨 我该用几分法去做好的设计 都没用 就是我跟你们说 就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看 这个人做的 这种人去教设计 但他做的设计就是丑的 他的理论很强 他的理论很强 这个人理论很强 讲了这么长时间 甚至有1.4万的播放 17分钟专门讲平面功能 他理论绝对强 但是这个设计绝对丑 因为他不流行 不入室 因为苹果不这么设计 老师这样设计 什么时候算好看 苹果他妈出一个这样海报 这就好看了 听明白了吗 美与丑就这样 精英定了丑 就是丑 精英都好看就好看 我这个不止一次给你们讲过 精英说了算 这个你别杠 说老师 我就不能通过 我对自然世界的理解 对于宇宙万物的理解 去定好看和丑吗 不能 你们知道 在日本的古代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喜欢这个东西 他们会觉得这种是美女 现在甚至你都会看着 害怕的东西 这是美女 那个时候就是美女 精英说了算 黄泉 他们说这个叫好看 这就是好看 你们有什么好杠的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想提高审美怎么办 你就去理解 首先你看精英他们怎么说 然后尝试精英 尝试研究精英跟自己的不同 尝试模仿理解 就能做好看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老师 那苹果设计一定好 苹果设计就是好 小米为什么不做自己的设计风格 因为他没法 苹果站着主流话语权 那他就按着苹果抄 就这样的 你不用自己去此刻 老师我就不能做一个潮流潮牌吗 我告诉你 或者包括像神奈儿 像什么什么LV Gucci 他们都是跟一个小部分的一个集团相关 都是这样的 所谓的审美 所谓的潮流就是如此 你不要去杠 你不到那个时候 就研究就行了 跟着后边学就得了